当警察垫你啊 拿垫棍垫你这个生殖器的时候 什么感觉知道吗 大家你们最好别是 永远别是 那个时候八九年 垫棍是很时髦的 那警察拿着垫棍 都当成高科技使用的 垫女士 垫女的胸 垫女人的胸 他们就女的过来 哗上一脱来往胸上处 所有女士处胸的时候 不会下意识地抱自己胸 我可以告诉你 所有女的被处到胸 因为这玩意太敏感了 所有女的一处胸的时候 直接是啊一叫 整个人啪就给弹出去了 他就在那个看守所那一排啊 就让所有人在那门眼 能看见垫女的 就裸了给你垫 然后女的垫着垫着 就她躺过去了吗 然后这时候 这个女的就会抽 这时候就会把衣服拽 垫你的音符 女的一垫音符 直接就抽就抽出了 垫男的生殖器 我被垫两回 男的一垫生殖器 你本能的就是 哗你就往下捂 哄到你啊 就像那个 那个就 就脑子也裂了 灰尘也裂了的感觉 然后这帮孙子呢 你这往后一处 他背后 他转过来 就嘴你肛门 他一处肛门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感觉 你就嗷一下子往前一走 那种垫的感觉 那个麻的感觉啊 一个月都过不来 你想想当时那个 我们那位这个 不到18岁的强奸犯 处男枪奸犯 他被真的是垫了一天 垫了几十次 就那他就 就是 只要醒了就喊 人家像干财烈火一样 需要我们去电燃 你想想兄弟姐妹们 那是什么样的人物啊 中国人可不是没有男人 中国人可不是没有英雄